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一个八字 物影兴勇 仁武 陪玛 这一个是一个女命 他是说他28岁以后 他进入了物武大运 是不是真的会很有钱呢 各位 在一个八字里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一个财运 先看一下 我们会知道说 他到物武大运的时候 他会勿回一盒 所以他天干剩下一个心 他的地支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以卯生无火 我去克酉金 所以他的一个财运 他会怎样 会变得非常的不错 他会变得非常的不错 因为他本质都会一财 现在变成是一个两财的情况 所以各位 这个来讲 他的一个运势不会很差 可是这一边就要出现了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跟他们一样 就是所谓的运势很好 运势很好 可是各位运势很好 可是他的成就就没有像八字所展现的这样 怎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各位 这个 就是很多人对八字的一个迷思 在八字里面 他给你的是一个运势 这个运势给你的 接下来 请问你要怎么做 往往只要一讲到这一边 就不知道 就好像这一个当事人一样 很多人在他的一个留言里面 就有问过他 他你要怎么做 结果他当事人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也就是说很多人就是不知道他要怎么做 所以他批了八字以后 他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等命 等 可是等就表示说不会行动 不会行动的这一种情况下 各位 你要记得 八字他给你的只是运势 所以他的运势这么好 没有用 他顶多是变成是什么 不愁钱而已 他就是一个不愁钱 但是他会不会有钱 不会有钱 很有可能到处欠钱 但是 可能随便跟人家借 就会借到 所以他就会变成是这一种的情况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说 八字给你的是一个运势 而在这个运势当中 还要看的是什么 你个人自身的能力 所以我一直常常在强调说 其实你先把你的能力培养起来 能力有了 就算你在衰运的时候能够 就是衰运的时候 你还可以养活自己 那一旦给你机会 那你绝对 会一飞冲天 但往往在我算命的这一个生涯里面 我所碰到的是 每个人不从自己的现实去考量 往往只考量说 我的八字以后会不会富贵 我的八字以后会不会富贵 但是就如同这个当事人一样 你的八字有富贵的基因在这里 但是你要如何让他能够成真 也就是行动这一块 往往都是坠落的这一种的特质 当然就跟一般人一样 你不要以为一般人的八字都很烂 其实一般人的八字有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他为什么就是一般般呢 就是因为他的能力就是一般般而已 所以为什么要跟各位强调 把你的能力提升起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点 当给你的能力 再给你机会 你才有机会 否则的话 单单只是靠运 没有能力你是掌握不住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遍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又再见 拜拜